末年大运财运亨通 咱们必须要安排一个红红火火的招财妆 今的一年我们要 告别恋爱到爱财爱敬 忠实水起 用这个红到发火的气垫 给咱们的财运啊 录个录 这样有一点油油的感觉 激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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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替广发美妆人说句实话 这产品上妆卡粉 你说没有激活产品 上妆斑驳 你说没有激活粉扑 这个上妆斑驳又卡粉 你又说是手法不对 好好好 上个妆啊 比大学学分还难拿 我还不错诶 但气垫都已经升级到这种程度了吗 哟 原谅你了 先简单捏个脸 想像中自己过年的样子 主打一个优雅高贵 做那种发红包的婚婚主义想 实际上啊 咱们就是一整个被追婚的大零岁女孩 我小啦 该找对象 结婚不重要 重要的是把婚礼 结婚了谁管你 真的是每年过年回家的宝贝节目 刚开始还是会距离地争一色 你们这样的追婚就是一场精神谋赏 结果只会招来 过门内的烦鸡 来自热鸡上的一个暴击 好没做自己 后来呢我就换了一个思路 就是说去找一个大师 算了一贯 但是说我要是在这两天结婚的话 就是会婚姻不思雨 然后就是一个婚礼婚 清测 管用 果然选学是更适合中国宝宝的心理学 你要说两年后怎么办 咱们可以再换一个思路 咱们就说 是是是 这个追求者实在是太多了 我得好好的考察 挑一个最好的 你这么说 人家马上就是一个大脑补 然后美滋滋的走开了 怎么说呢 他们要的是结婚吗 他们要的是瓜 哇这个镜面唇也很好看哦 咱们作为新时代的女孩 要什么避风感 妈你才什么想 之前想后什么不对吗